这就是两题加数 我们找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左边1加2加3 右边1加3加2 我们先加左边 1加2是3 3加3等于6 右边1加3是4 4加2等于6 很明显两题加数的结果是一样相同 大家都是6 看看这些数字的次序 我们发现原来加数的数字的次序 并不影响它们加数的结果 加2加3和加3加2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 换句来说 3加2加1又是6 2加3加1又是6 无论我如何调动这三个数字 它们加上结果都是等于6 所以我们计算加数的时候 其实有个快点的做法 或者聪明点的做法 比如2加7加8 以往我们就是2加7就是9 9再加8就是17 但现在我可以调一调数字 但现在我可以调一调数字 例如7和8可以对调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2加8是10 10是一个齐头数 10加7 10再加7 就容易计算很多 答案都是17 那我们给它个名字 这个叫做聪明的加法 那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个聪明的加法 去做这题数 19加14加6 那我们不一定要加这两个数 先的 19加14 因为比较难加 那但是呢 14加6 4和6加10 齐头数 14加6 就是20 那再呢 我们加后面 这两个先呢 是完全没问题的 就变成19加20 那齐头数要0加92加而已 没有进位 所以呢 就变成是39 就是个答案